哈囉我是Gender 今天要抓的是最強的巨草怪 我使用的是超夢 持有物帶貝殼之靈 能力點數的話 最主要就是特攻跟HP 的努力值我把它點滿 基本上特攻要高一點 招式配置的話 主要是輔助力量 瞬間失憶 軌跡 還有神秘守護 這邊單人開局 建議就是要有個 降物攻的小可夢 有三奈斗是最好 可以增加你的續戰力 這邊開局就使用了 瞬間失憶 瞬間失憶 我這邊會放個兩次 其實兩次就蠻夠的 在開局的話就比較不容易防車 我就是血量要注意一下 因為他有時候放地震的話 還是 他爆擊一下就是會死翹翹 後面就是直接放輔助力量 因為我有帶貝殼這裡 所以放輔助力量的時候 也會稍微回下一局 在這邊 把我的BUFF全部消掉之後 再繼續把那個 瞬間失憶把它放滿 這邊的話 事件失憶就是把它放三次 放到滿 可以發現他打我的完全都不痛 然後我再放鬼技 然後我的特攻也升到滿 一樣就是放三次 然後我再放鬼技 然後我們放完三次之後 然後我們放完三次之後 因為他後面會放那個 睡眠 所以我們就放一次神秘守護 他使出了哈欠 因為我們有生命守護 所以我們不會睡著 然後接著我們就是放輔助力量 後面就直接都放輔助力量 然後有太金的話就直接開起來 就會發現說 我們打得非常的痛 那基本上後面放輔助力量 差不多二到三次以內 他就被掛掉 現在還蠻快的 其實這個穩定性就蠻高的 但是假如說你有中左流的話 可能會有幾次會miss到 但是基本上放車的機率就會比較低一點 各位可以參考看看 那影片到尾聲了 喜歡我的頻道歡迎各位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Zender 祝各位遊戲愉快 再見 여러분 我們聊一下 你們也不知 個部 我走 跟大家 應該 我們